嗯 大家好 欢迎来到狼马的游戏实况解说频道 我是播主狼马 对 又是好长一段时间呢 没有为各位带来这个游戏的游玩的实况了 呃 原因呢 我想我不必再重复了吧 其实就是因为夏天到了 家里的限电政策 我不能够打开PS4来玩游戏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啦 呃 但是呢 关于解播部解说的这种实况部分呢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计划所以呢 嗯 等到这次实行的时候呢 各位就会知道了 好 那回到游戏上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款游戏呢 叫做 那一个 Soul and Cemetery 也就是说呢 用中文的话呢 可以把它翻译成叫言语圣索 或者是言语避难索 呃 这是一款 2D的横向动作游戏 但是它的游戏的难度呢 其实是相当接近 呃 我个人最喜欢的那一种 哦 所谓的Hardcore类的那种魂系列的玩法 呃 其实这款游戏呢 我在很早已经就注意到了 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呢 呃 身边的资金比较不足 真的不要看说只是小小的4来块 但是有些时候真的要突然间掏出个十几块美金 其实也是有点难度的 好 那么这游戏呢 在PS4上面呢 其实是支援所谓的cross buy 那么我最早 买的时候呢 我是在我手边的PS Vita上面呢 破关的 呃 所以说PS4呢 现在目前呢 也只是玩了一小部分 真的很短很短的一小部分 那么 呃 所以呢 基本上整个流程呢 我基本上已经记在脑袋里面了 不过这个掌机版呢 跟主机版最大的差距就是呢 主机版呢 它由于呃 比较功能比较齐全 所以呢 可以在游戏功能当中呢 偶尔呢 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玩家出现的身影 或者是说那个 呃 地面上会看到一些其他玩家的提示 呃 但是呢 在掌机版上面呢 这些网络功能呢 就全部被 全部被删除了 可能是因为技能真的比较不足吧 好 那废话这么多 那么就赶快开始进去今天的游戏吧 好 那么另外说明一下 就是说呢 呃 在游戏过程当中呢 呃 因为这游戏出生的 也是跟魂系列一样 很多时候只是在赶路跟连功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一场直播呢 也会带给各位一些 呃 就是 话家常吧 从New Game开始 好 如果各位可以听到一些按键的声音呢 那是因为现在呢 我那个 呃 麦克风呢 距离我的摇杆非常的近 好 那么这里呢 基本上呢 其实就跟魂系列一样 该有的事情都有 像是性别啦 或是 头发 发射啦 等等诸如此类的 呃 所以说这款游戏呢 它一开始我玩的时候呢 它给我的感触就是 呃 麻雀虽小但 五脏俱全 其实真的是可以不得不那么说 那个魂系列呢 它真的是改变了很多 呃 玩家们在选游选择游戏上的一个 惯性吧 好 那么这个选项呢 是选择那个初始职业 但是其实跟魂 其实呢 跟魂系列差不多 呃 只要玩家还学着游戏进程之后呢 其实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下去玩 那么对于新手玩家 我的建议呢 可以先从 像是这一个骑士 或是说圣骑士 这样的开始 呃 其实是各有各的优缺啦 你也可以从魔法开神往 魔法也可以开始 或是说 你可以转走速度流的 像是这个小偷 或者是说这个盗贼 啊 不是 这个猎人 呃 猎人呢 玩起来呢 是真的有一点那种恶魔虫的感觉 那么我个人的喜好呢 只是从这一个平民开始玩起 因为平民呢 等级是一级 然后呢 可以自由决定说 自己出席呢 想要朝哪个方向走 那么这游戏呢 给那个新手玩家 最大的建议就是呢 你可以考虑说 从后到尾就使用那种重型武器 像是双手剑啊 或是说一些那个长枪之类的 在一周末的情况下呢 玩起来会非常的轻松 呃 魔王啊 打起来也会显得较会轻松一点 好 那这里我选择平民 呃 我觉得法射我要改一下 总觉得怪怪的 好 好 那么这东西就是初始呢 除了他身上装备以外呢 你还可以选择一样礼物 这东西在红系列币 也是有的 那么 呃 这边的话 基本上呢 选手都没有关系 像我给各位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回血用的 但是回的速度很慢 然后这一个的话比较特别是说呢 呃 当然如果说 你家里是玩的像是我一样 ps4版的话呢 你能可以 可以優先使用這個實相 然後可以邀請你的室友或是朋友 拿另外一隻搖桿跟你一起玩 或者是說呢 這個東西好像是說也有接資源到廣物連線 但是實際上情況我還沒有測試 因為真的我PS4只玩一小段而已 好 那麼這個東西其實是後期在變質武器上用的 但是其實後期真的會非常的多 所以真的也不太建議換 那麼這個戒指呢算是比較好用的一個戒指 因為呢它會增加你獲取那個鹽 鹽呢就相當於魂系列當中的魂 那麼一般來說的話呢 我的建議都是先從這個戒指選擇 雖然遊戲過程當中也剪得到 不過初期有一個會加快你升級的腳步 好 那麼至於最後這一個呢是說呢 遊戲當中呢有一種東西稱之為信仰 那麼如果說呢你在遊戲當中選擇一個信仰之後呢 你就沒有你呢就沒有辦法說呢那個轉換 當然也是可以轉可以叛教 叛教之後呢就變罪人 那麼這詳細的然後遊戲後面我們慢慢再解釋也還來得及 反正這東西是說呢 譬如說我今天信的是A教 但是呢我到了這一個避難所還是B教的避難所 那麼如果說呢我想要把它換成我所信奉的宗教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使用這個石頭把那一個避難所的那一個宗教系統 換成我所相信的宗教 好 那我們這裡呢我就選擇這個線子開始 好 好 遊戲開始呢我個人的習慣呢是會把他身上 因為這遊戲其實跟那個樣子還真的很接近 他人物角色呢也是有所謂的負重率 所以呢我是慣性呢我就會把身上的武器呢 切換成說就一把順手就行了 好那麼在這裡呢 因為其實接下來呢就是一連續的那個連續的就是一連續的那個過關了 所以說在這裡呢我再說明一下就是說呢 接下來呢如果我事後呢還會繼續再做這個遊戲的一些實況的一些轉播的話呢 可能呢就沒有辦法像之前一樣呢有這麼多人的一個中文遊戲可以選擇了 其實這是有兩個原因在的 一方面呢是因為我想要提升我自己的英文設置能力 二方面呢是我想要那一個 提升自己家裡的遊戲開銷 所以說真的那一個如果說呢 您跟我一樣是屬於那一個 PlayStation系列的那一個使用者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在PlayStation系列當中 其實經常的有那個可以在他的PlayStore上呢 會碰到一些蠻能 心癢的一些折扣 那麼這東西呢在亞洲市場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亞洲市場會比較少見 所以呢 基於說呢我自己已經深深 就是說自己所收入呢是比較有限的 為了要確保說呢 又可以說帶給大家一些遊戲上的歡樂 但是呢又可以確保自己經濟水平是符合的中 那麼在接下來的一些遊戲的 或一些遊戲的選擇語言上面呢 可能就會依據那個英文語系為主 好那麼這個一開始這個場景呢 其實說穿了那個 不管玩家呢到底是怎麼樣 不管是你在前面被那些雜兵給解決的 我是說呢看到這個BOSS呢 才被BOSS解決的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反正呢只要角色一陣亡呢 我們就會正式遊戲正式開始了 當然這個BOSS也是可以把它解決的 不過呢在這一次呢 這一次這個轉播呢 我就沒有打算帶給我姐姐這個BOSS呢 因為說真的 因為初期呢一以來是沒有那一個武器的攻擊加成 二來呢是沒有血瓶可以使用 所以呢那個BOSS呢少說呢 也要打個將近七八分鐘 那會真的非常非常懵的 好那麼離開了第一個續張之後呢 我們正式來到這座荒島 好那麼這座荒島呢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但是這座荒島呢其實是帶有來頭的 好那這是第一個NPC 我們可以跟他對話一下 好這裡呢其實說真的他就是問你說呢 來到島上呢我們這時候是有些信仰的 那麼初期呢你一定要從三個信仰當中選一個來的信 好那麼一開始我的建議是全部選NO或是亞大什麼之類隨便你啊 就是說呢為什麼呢 因為呢接下來呢 他會出現三個選項給你 第一個呢叫做鐵之民族 第二個叫三神 最後一個叫做聖女 呃一般來說的話呢 那個像是新手玩家的話 我都建議是用鐵之民鐵之民族為開場 那麼三神呢其實說真的他不是不好 只是說呢隨著他的信仰等級提升之後呢 他所能夠買到的一些裝備道具呢 比較沒有這麼的好 呃那麼如果像我這一次呢 我打算是從走的室內一個所謂的近戰武器 就是重武器流的話呢 那麼我可以選擇這個鐵之民族或是三神 那麼這裡呢我就來逆貼一下選擇這個女神好了 哈哈哈哈 好那麼對話之後呢 他呢就會給你一個這個就是信仰這一個 呃宗教的一個信物 那麼然後信物之後我們繼續往前進 好 然後這裡呢我們就拿第一把鑰匙 嘿嘿嘿 那地板上這些瓶瓶罐罐呢其實呢 就是魂蟹當中那一種遊戲角色剛出生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地板上有一些新手提示的東西 其實一樣的東西 但是過了這地區之後呢 後面你再看到一些地板上的瓶瓶罐呢 反正是八九十的是其他玩家留下來的 但這部分呢呃如果是Vita版的話是沒有 但是如果你玩的是這一個主機板的話是有 好 那麼這裡就是我所說的避難所 也就是說因為我信仰之後呢 我把這信仰之物呢給放上去之後呢 這地方呢就變成我這個宗教的避難所了 那麼也就是說呢如果那一開始我那一個 呃我所選擇的那一個 一開始初期的那個贈品呢 我選的是最後一個寶珠的話呢 我當我找到下一個我跟著好多 當我找到下一個避難所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他成為我的信仰 就是說如果那個避難所呢 並不是我所信仰的這個光之女神的話呢 那麼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把他一個比如說他如果那邊的信仰是三神的話呢 我就可以透過那個寶珠呢 把他換成我的那一個光之女神的信仰 好 各位看起來好像玩得很輕鬆 那我也跟各位講說真的是遊戲月到後期啊 這個概念玩家都有啊 呃不得不說這個在V塔上呢 確實是讓我在前一陣子呢 打發了不少 哎 但是前一陣子身體又出問題了 所以又要去 哈哈哈哈 各位知道了 反正呢就是身體出問題之後呢 就是比較休息嘛 長時間休息所以呢 呃不得不說這真的是 呃這款遊戲真的帶給我殺時間啊 好 那麼各位也是 我在這邊停留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呢 這邊剛好有那個V塔上沒有的東西 呃 各位看到上面呢 掉了這三 掉了這個屍體呢 實際上呢就是在被 在這個地區呢被BOSS解決掉的玩家 只是那種感覺就是說呢 有點像是魂系列那種 那種所謂的 呃 好 好 那麼接下來呢就是一長寸的那一個 所謂的 呃 然後練等的過程呢 那麼在這裡呢 我就 用了點時間 跟各位來個 下場好了 啊 對 有些事情剛剛一拍一拍 一直忘了說 呃如果說呢 各位在這一個解說呢 你會發現聲音太小聲 或者是說呢 你會聽到一些 回音的話 就是遊戲本身的一些音效 再來的回音的話呢 那是因為我今天呢 我來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還要做直播 但是呢 我忘了把我的耳機帶出來 所以呢 我就只能夠選擇說 那種聲音呢 從我的電視螢幕上面出來 所以如果各位可以看一點 微小那一種 啊 甚至回音的那一種的話 那這裡呢 先請各位 好 好 那麼 那我還來到畫家場好了 其實也就 幾件事情而已 嗯 這件事情是呢 最近呢 有些朋友呢 對於我那個 Facebook的談論呢 非常地惱喜 我也紛紛 關心 呃 在這裡呢 我得 跟各位說 其實 嗯 怎麼說呢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 好了 呃 我其實不太喜歡被人 冰著的感覺 像Facebook呢 在前一陣子呢 就是慌慌那一天呢 反正是 給我一些很糟的印象之後呢 他們沒有 雖然沒有進一步的 針對我的文章做刪除 或者是說 對我的帳號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 皮膠包的老式 但是總覺得就是說 好像 用起來就沒有那一種 嗯 怎麼說呢 就是 雖然我知道說 自由呢 是一定要付出一定程度的代價 但是呢 那一天到晚被人家監視的感覺 就很差 呃 我也不想去看 就到底為什麼 我所寫的東西 會被同將放大解釋 呃 反正就是有人呢 看著我寫東西看著不爽 然後跑去跟官方 唧唧歪歪歪吧 我猜測是這樣子啦 反正不管如何呢 我已經說了 我不是很喜歡 那種被人監視的感覺 所以呢 我才一然決然的決定說 好吧 那既然官方不喜歡我 那我也沒有必要 一直熱臉天冷屁股 所以才進而決定說 那乾脆就把我的活動 縮減到 我現在以前 還有在 還有在用了一些 社交區 但是 Tumblr跟 Tumblr跟 Tumblr跟那個 Tumblr跟那個 Twitter Tumblr跟Twitter呢 是有點差距的 Twitter呢 基本上呢 那我是以那一個 就是我如果先有一些 畫作啦 或者是一些那一個 呃 學大部分是以畫作為主 就是說畫作 畫畫的過程呢 或者是說玩 玩稿的時候呢 我呢會在 Twitter上的彰貼 那Twitter呢 我會盡量以 英文系為主 所以說呢 如果說呢 各位想要看中文系的話呢 可能就要追我的Tumblr Tumblr呢 因為本身其實說穿呢 它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部落格系統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比在上面呢 講得比較多 那麼之所以選擇的Tumblr 是因為 Tumblr目前它的那一個 管理呢 還沒有像是 Facebook這麼的 嚴格 畢竟 Facebook跟Tumblr 兩個的屬性呢 乍看之下一樣 但實際上 還是有點差距的 畢竟你看看嘛 Facebook呢 上面其實 說穿了呢 是不是什麼樣的 所以在Tumblr上面呢 我得說 比較單向性 然後比較簡單 所以呢 我就依然覺得說 好吧 那我就暫時 違規到Tumblr上面去好了 好 那 可能是有一些 認識五下九的朋友們 可能就知道說 我很早以前其實有那個 Google blog 那為什麼不用不過Blog呢 因為我後來去 就是 反覆回頭去看了一點之後 發現到說 嗯 那個地方還真的是 雖然說也是OK啦 但是總覺得就是 還是用不習慣 所以我就決定說 好吧 那我趕緊轉賬到Tumblr上面去 好 好 所以說呢 在這裡呢 真的也是非常感謝 說真的時間以來呢 很多朋友們 對於我這個Facebook的事情 我看到不同的情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但是呢 事情已經發生了 就發生了 我也不太想要 進一步的去說些什麼 因為說什麼 也沒有辦法改變什麼事情 嗯 其實說真的 我也說一切都是為了工作 我也尊重他們的工作 但 他們不 他們 我尊重他們啦 就是一句話 我尊重 畢竟是工作 好 欸欸欸 我已經往來走 好 那麼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那個 如果說呢 各位已經有開始追蹤我的Tumblr的話 的話 你們應該會注意到我昨天呢 應該昨天吧 昨天的時候呢 我呢 已經有在上面做一個留言了 就是關於那個一行聖約的事情 中文翻譯 你要登記台灣翻譯的聖約嘛 那我就叫一行聖約 各位呢 也比較覺得說比較天津一點 好 那麼一行聖約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 呃 票房不佳 而且好像 Fox表示 要重新評估那一個 續集 也就是說那一個 呃 也不能叫一行契約三 應該可以 因為他們當時好像已經 命好叫一行什麼什麼什麼 但我忘了 OK好 反正就是呢 那很怕是沒有續集了 因為 最好是因為片商 從 火惟米修斯 火惟米修斯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他的總收益呢 是4億多美金 但是呢 這一部一行聖約呢 他的那個 世界 世界累積票房 全球票房的累積下來呢 只有兩 只有兩 兩億三 還是兩 應該是兩億三吧 呃 簡直是比國 比特斯呢 還要 差 差不多是差了 40%左右 那麼 身為一個 其實說真的 我得跟各位講說 美國就是一個 一切呢 就是以資本為主的一個國家 如果一樣商品賣不好的話 或是越賣越爛的話呢 那麼 出資的人呢 當然會 可以採取自保的措施 然後也就是因為說呢 那個 這個 這個 異形呢 這個名字呢 越來好像是 廠商覺得 賺不到錢了 所以呢 與其一直呢 虧下去 倒不如就直接 來個 直接狠狠地 把他殺掉好了 其實昨天聽他這個新聞呢 我在部落的他們也講 真的是 一則喜一則憂啊 開心的是說呢 呃 票房表現差呢 那也就證明說呢 其實觀眾眼神是雪亮的 對於這種所謂的 山寨貨的東西呢 儘管是出自於 那個 異形之父之手 但是呢 這種 緩如山寨版的東西呢 大家 也就是說 觀眾呢 是 買單不多 真的是我看了很多 那些國外的 不管是一些那一種 所謂的 恐怖 恐怖片的一些 論壇 或是一些那一種 就是所謂的 Alien Fans 對於這一部 盛略呢 簡直是 呃 嗯 不能說罵聲如潮 但至少呢 那個 扁得比包的還多 我這邊有著畫 好 所以說呢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就是說呢 觀眾不接受 那麼廠商呢 也就發現到說呢 呃 導演的 異形呢 是 那麼優的 就是大於說 是說呢 如果說真的 異形到最後 真的到最後 就是 呃 續集呢 遙遙如期的 那麼就有可能 這個戲面呢 本來是該重啟的 但是就被我 自己給玩死了 會覺得蠻可惜的 不過 這裡呢 其實我今天是有一個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一個想法 我可能會把它寫成文章 就是 透過異形聖約的 這一個 不能說失敗 只是說 有點像是那一種 嗯 怎麼說呢 就是出師不力 然後生鮮死的 這種感覺 就是說呢 透過這一個 異形聖約的 這一次的這個事情呢 我們來想一想說 有些時候呢 有些東西如果 我知道 導演想要拍出 自己的感覺 但是呢 問題是在於說是 當一樣的東西 脫離了它本來的 所謂的商業電影範疇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要面臨比較 兼具的市場挑戰 然後異形聖約 就有看到就是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不過詳細的部分呢 那個 我等到我有時間 我再把它寫成一篇文章 看看 各位知道 我寫張的文字都是非常長的 好 那麼所以說呢 我其實現在有點 嗯 不曉得法師怎麼看 但我是覺得 我是很真的很希望 那位 異形之父呢 可以去跟當時 有異月要拍 異形第五集的那一位 拍第九進去那位導演呢 進一步聯絡 不管如何 合作也好 或者說眾籌也罷 但至少呢 不凡就回歸成那個商業地底也好 雖然說那個 有些朋友覺得說 就此打住 但我覺得 怎麼說呢 首先是這個異形之父呢 自己呢 開坑 開了個大坑 然後自己沒有填期 然後呢 現在呢 又我面臨 又面臨的根本沒有機會填 那種地點 真的是 真的喔 聽到的時候還真的有點久料的感覺 好 好 回到遊戲 那麼這裡呢 這裡呢 先來講一下升級的部分 升級呢 跟魂系列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呢 他是消耗 從敵人身上所獲取的鹽 也是像魂系列當中的鹽巴 來做升級 但是升級呢 單純升級呢 會升級我角色的那個體力 但是呢 如果說你要進一步的升級的話 那只是要進入這個技能術來做升級 欸 旁邊他走過來了 欸對 旁邊走過來了 這個呢 我猜沒錯的話 應該就是一般的玩家 但是不是呢 我就不太敢確定了 好 那麼也就是說呢 當玩家們的玩樂過程 遊戲過程當中呢 你發現到你自己累積的 那些身上鹽的數量夠的話呢 不妨就先回到避難所呢 技能升級 好升級之後 你並不用急得馬上把這個技能點給用掉 你可以存下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呢 一旦你升級獲得這個所謂的 黑曜之石之後 我們可以升級黑曜之獄 他是絕對不會從角度身上脫落的 也就是說 不論你之後 你在遊戲流程當中呢 角色陣亡幾百遍呢 這個黑曜之行呢 是絕對不會消失的 但是呢 如果角色一陣亡的話呢 你身上 心力突然擠下來的鹽巴呢 就會被那個 敵人奪走 或者是說呢 如果角色是摔死 是屬於自然死亡的話呢 就會變成像小便服的東西 然後你等一下回頭找到他 然後把他擊殺就醒來了 所以等一下來說 這個遊戲呢 在升級部分呢 其實是比那個 黑曜之獄魂系列來說呢 是比較 恩 人性化一點吧 好 如果大家聽到有風聲的話呢 是因為我們這個空調啟動 那我非常憂慮 還講那麼大話 好 那麼像這個系統中呢 它那個避難所呢 除了有這個所謂的 一個比較大型的避難所 那麼玩家們可以在遊戲進行當中 會撿到一些像是 鐵匠之石 鐵匠的石像 或者是商人的石像 或是領導者的石像 等等這些東西呢 都可以到那些比較大避難所呢 將他使用之後 就可以交出來NPC 每個NPC呢 他叫出來之後 他對應的 他對應的一些 額外的一些 就是一些Buffer都不太一樣 我印象中是說呢 如果呢 你又是鐵匠 如果你在這個地區呢 你升級一個鐵匠的話呢 那你的攻擊數字呢 就會稍稍的 或者一些加成 但其實是非常的明顯 那麼如果說呢 你在這邊選擇的是那個 像是一個領導者 就是Leader的話呢 那麼你在這個地區呢 那個獲得的岩霸數量呢 就還增加一點 那麼如果選擇的是像是哪一個 怎麼說呢 我想 有點忘了叫什麼名字 就是一個負責傳送的話呢 那麼你在這個地區呢 那個就是說那個 物品獲得的那個 機率呢 就獲得加成 好像被掛了 差一點 像這個瓶子呢 其實它本身呢 就是玩家留下來的 因為我在VP裡面呢 我沒有看過這個部分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 玩家留下來的 好開眼 對 這是玩家留下來的 這也是玩家留下來的 放棄所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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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呢 就是 這裡呢 就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避難所 但是避難所呢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升級 也沒有辦法放置NPC 基本上呢 在每個BOSS前呢 都會有一個 像是這種小避難所 當然不是每一個 是有一些有 有一些沒有 那麼 有一些呢 但是其實說真的 那個 這遊戲的 怎麼說呢 BOSS的套路 是蠻容易抓的 只要是 花點時間抓的話 其實要過關 都不是非常難的事情 那麼 跟魂系列一樣 一旦呢 在這個避難所休息之後呢 就是說 不管升級也好 或者做一個 去個Poin也罷 就會把這附近所有的敵人 全部復活 那麼也就是一樣 就這種方式呢 來不斷的刷 不管刷武器 裝備 或者是說一些 燉造素材也罷 或者說你想拿來刷鹽巴 都可以 我現在要訪核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想到 算是叫一個新手玩家的一個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想要走近戰流的話 就是說你呢 還要小心這遊戲 但是又想 又對這遊戲呢 很感興趣 但是對他難度有點 有趨之落物的話呢 那麼這裡呢 我想到想要先把避難所呢 我呢帶給各位一個比較簡單 對每個BOSS 包括說是大部分的敵人的一個非常簡單的打法 好 因為這些敵人呢 我慣性會把它給解決 好 那麼這裡呢 我再給各位演示一下 把那個擺NPC的部分 好選擇這個第三個 好 這裡呢 就是我剛剛路上呢 我所撿到的那個 所謂的一些NPC的史相 那麼這個呢 第一個這個呢 是那個商人 商人我剛剛說錯了 商人呢 是說呢 你在如果接受商人的話呢 就會增加那個敵人的金幣掉落率 然後這個的話是那個牧師 那麼這牧師呢 好像是說你那個使用一些祈禱類的那一個法術的話呢 就有獲得一些加成 好 那麼這是鐵匠鐵匠的話呢 就是說呢 那個攻擊呢 可以獲得部分加成 他其實說是你也是普通啦 好 但是這東西並不是說你放了之後呢 整張地圖都有用 沒有的 他他他對應的大概就是一個一個區域內 如果你走出那區域之外呢 就沒有辦法獲得這些加成了 好 那不得不說呢 這遊戲其實說真的 各位千萬不要小瞧 他只是一個惡敵遊戲 他的地圖真的是很大 非常大 真的 非常大 好 那麼在這裡呢 我要買的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哪一個 我稱之為他叫做哪一個 就是當你的武器呢 可以附加所謂的那一個神聖 神聖屬性的東西 而這東西呢 我發現因為我在V塔上呢 我發現呢 在初期呢 怎麼玩了覺得怪怪的 後來呢 時候之後後來發現這東西之後 發現 有了這東西之後呢 然後打任何一個BOSS變得好輕鬆啊 真的 我發現到說這遊戲當中呢 除了少部分BOSS呢 他是不吃這一個神聖屬性的 但絕大部分的BOSS其實都很怕神聖屬性 所以呢 一旦你的武器呢 附上這個神聖屬性之後呢 都可以打出滿漂亮的傷害值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就不打停好多時間 馬不停貼 帶大家去打這一關的關鍵BOSS 這關鍵BOSS說真的 他其實難度還挺低的 真的 我對我來看挺低的 但是各位看過我玩魂系列 或者是看過我玩這種 Hardcore的意思 就是你有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就知道說 這個傢伙啊 其實怎麼說呢 技術呢 沒有說非常高超 所以你要要求全程無傷 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另外呢這裡呢 有剛剛路上撿來一個戒指 這個戒指呢 是這樣子的 這遊戲當中有一個設定呢 是跟魂系列是有一點點接近 但又不完全相同的 就是說呢 這遊戲當中呢 被敵人攻擊之後呢 角色會出現一種受傷的狀態 那麼受傷呢 就會開始減少你的體力的最高上限 那麼當然最高只會減到50% 如果說你的體重性已經50%以下的話 就不再往下減了 而這時候你要恢復他的話 只有兩個方法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回到這個避難所 另外就是說 如果像我剛剛搭配的那個戒指的話 就是這個戒指 這個戒指的話呢 它還是可以暫時 不是暫時是說 它可以降低這一個 就是受傷的這個 所造成的那個最高的 就是說你那個最高體力值的消減 好 這個樓梯上去之後呢 基本上是打BOSS的 所以在這裡呢 我先來整理一下我的那個背包 好 那麼這裡呢 先使用一下這一個 好 用完之後 咱們上去打BOSS 好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說嘛 我的技術還是不是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啊 不要啊 好 比較特別注意的是說呢 那個 這個敵人 他的那個體積的障礙呢 是非常明顯 咿咿咿咿 不要 好 因為我剛剛已經用完了那一個 就是我的那個 呜呜呜呜呜 別這樣 好 那麼這個 每一個BOSS呢 它基本上呢 都有兩種狀態 一種狀態是說 呃 哈哈哈哈 好 那我繼續接著說好了 其實每種BOSS呢 他都有兩種狀態 一種是說呢 初始的時候呢 你剛才已經跟他 對打的時候 他的第一個狀態 然後一旦他的體力呢 下降到一個程度以下之後呢 他的那個 就會出現第二個狀態 他並不會變身 只是他的攻擊方式 會變得比較不太一樣 好 好 現在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所謂的祝福東西了 也好啦 隨便這一次呢 給各位演示 不過像我剛剛呢 我是被這個BOSS給擊殺的 所以說呢 已經把我身上 所累積下的鹽巴呢 給偷走 那把鹽巴給偷走 之後 把他拿回來 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呢 各位的我注意到說 剛剛在他的體力槽上面 有一根那一個 好像是 像是一個 他的那一個上限 那邊 好像是有一個 進界的那邊呢 只要說呢 你把BOSS呢 的體力呢 降到這個點 這個刻度之後呢 他是他 剛剛呢 從你身上所拿走的那一個鹽巴呢 就可以恢復到 就可以拿回來了 所以就並不用說 一定要把這個BOSS 好 這就是他那個 在二段的時候 他的那個狀況 就是放完墊之後呢 他又來個跳P 那個西村呢 被連的時候是蠻驚悚的 現在完全是針對的是 好失而來 嘿嘿嘿嘿 為什麼這次都打那麼辛苦 好 解決 好 那麼這一次這個直播呢 我可能打算呢 就給各位做到這邊就好了 那麼這遊戲我不會說 在利用這個遊戲的轉播過程當中呢 把它整個做完呢 這裡我不敢跟各位保證 但是如果說一旦說 他也恢復成說可以自由的玩遊戲的時候 那就是說我那個 不在家裡 就是說 家裡不用因為開空調呢 導致於說我玩遊戲的時間 或是說 不能碰這個主機版遊戲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呢 我可能會考慮說呢 把這遊戲整個流程呢 把它給做完 一方面呢 是想說這遊戲是真的 其實說真的 有點小小冷門 因為可能很多人一開始就覺得說 他是惡力遊戲 有些是獨立遊戲玩起來真的 不只一樣 那實際上呢 我可能對排行圖 這遊戲玩起來 真的會像同些一樣會著迷的 但很可惜的是呢 如果說你各位家裡的主機電腦呢 抱抱歉 各位家裡的電腦呢 是蠻夠力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呢 在Steam上下載 在Steam上購買這款遊戲 或呢 有所謂的民間漢話 雖然說我們不知道 我不確定有沒有繁體中文的 但是如果說對於整體中文呢 給你介意的朋友 我們可以試試看這一個 所謂的中文 這遊戲的故事其實還蠻值得一看的 寫的還不算太差 好 那麼這裡呢 我就慢慢把它移動回那個 移動回那個 我們的命難所 好 他就唱了 不用唱 我們就不殺了 好 那麼這裡呢 另外這個最後的一點時間呢 給各位說一下另外畫家長版 就是呢 我曾經在巴拉上呢 有一段時間呢 不算活躍但製作活動過 那麼我常常去活動一些遊戲論壇呢 也不只只有巴拉而已 還有一些其他中國大陸的論壇 那麼我個人呢 有一種感觸就是 我覺得在這種遊戲論壇上呢 經常很容易 一旦呢你透露了 或是說在無意間呢 被人家發現了 你的年齡死亡呢 就會出現一種 有所謂的年齡歧視 呃 怎麼說呢 因為我已經年 我年紀其實也36歲了 那麼可能現在呢 聽到很多人兒裏面覺得說 你36歲你還在玩遊戲 你是一事無成嗎 你是個失敗者嗎 什麼什麼什麼的 好 那麼這裡呢 至於我個人成功或失敗 在這裡我就不想多做討論了 因為我覺得說呢 呃 每個人成功失敗 雖然有很客觀的看法 但我得說 如果真的要我講 我只能說 我都到美國生活了 我都還算成功 算失敗呢 呵呵呵呵呵 好 不管如何 我只要強調是說呢 呃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呢 將這些這種所謂的年齡歧視 這個東西呢 我是覺得有點 感到有點可惜呀 因為呢 怎麼說呢 為什麼好像是說呢 呃 怎麼說呢 好像一個人呢 到了一個年齡之後呢 好像做些什麼事情 譬如說 到這個年齡下呢 看卡通 或者說真的 你在我這個年齡呢 很喜歡玩遊戲什麼 這樣好像就變成一種 嗯 十惡不赦的感覺 說白的就是這種歧視 那種年輕人會覺得說 欸 你都三十幾歲了 你幹嘛還玩遊戲這樣子 我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 三十九歲五歲呢 我的生活需要你們來管 所以我感觸就是覺得說 這種歧視 在這種遊戲論壇還真的挺常見 另外呢 是巴哈的那個 怎麼講呢 巴哈的風氣呢 真的是變化了 速度真的是 很快 怎麼說呢 巴哈在最初呢 就是我一開始在 很早以前在使用巴哈 將近快十年前了 哇 我真的好久了 十年前在巴哈呢 巴哈所給我的感觸就是呢 上面的人的留言呢 都是非常有水準的 但是呢 現在的巴哈呢 上面的一些人的留言呢 知道這個廢話談義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不細說了 總而言之就是呢 我覺得說真的是一個時代交替啦 嗯 我並沒有說可以抵回巴哈的意思 因為巴哈上面說真的那種 那種留言呢 留得非常有討論價值呢 其實還是大人在的 好 嗯 那麼我看一下呢 我在哪裡做結尾呢 哈哈哈哈 其實說真的這遊戲呢 說真的 一玩起來呢 會停不下來 那麼我在Vita上的第一次 破關的總計時間 累積時數呢 這個時數被QE知道結果打我了 累積時數呢 測試將近快要80個小時 真的 這地圖真的好大 地圖大就算了 還有大量的隱藏 還有大量的隱藏通路 欸 這就不要當機了 那是當機了 沒錯 好 Anyway 這個是遊戲的PC 它關係到一個 算是支線任務的支線任務 還有這種說法 好 那麼我打算這一期呢 就做到這邊這邊就好了 那麼還是一樣 非常感謝各位呢 在本房子中抽空來觀賞 這一個遊戲的解說 雖然不能算是遊戲解說 我得說這一部 就是這一次這個直播流程呢 還是有點接近像是一半 像是鮮花家常吧 一般跟各位說說最近的事情 二方面呢 也就是帶各位玩一些比較冷門的遊戲 說真的我最近玩了有點冷門遊戲 還真的不算冷 應該是怎麼說 所以我最近玩的老遊戲還真的挺多的 好 不然怎麼樣呢 還是一樣 非常非常感謝各位的 這個在用抽空來觀賞 這一個遊戲解說的影片 那麼下一次什麼是更新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會盡量確保說 我在推Tumblr上的活動是保持活躍 可能是一週會更新一次或兩次 但是我只是文章 或是像是一些老人家睡睡念什麼之類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會覺得老人家睡睡念 這句話聽起來 有點有趣 當然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觸 好 那麼 這麼本期呢 先到這裡了 那麼對 我們下一次這個遊戲解說 或者是說呢 我的另一種類型的這個 一些一些直播的節目的時候呢 咱們再見囉 拜拜